真正的来到北京的时候 开始经历了 一些你很 你往前走也没有方法 你身高也不高 练得也不是很好 长相也不是很出众 也会被人经常排斥 这种就是我自己有一次是在北京 自己生了很多的疹子 住地下是潮湿 也没钱去看医生 都是用针调破的 还说真的是没钱了 一分钱没有的 我向朋友借也借不来 到时候借便了也没借来 还是最终给家里写了一封信 我说能不能给我借200块钱 然后后来看到这封信 家里就开了一个家长会议 我哥我姐我父母都在 开始说孩子在外面没钱 但是寸步难行 完全也得想办法 我爸偷偷就借钱 借了300块钱给我放里边了 后来我爸就写了一封信 就说想知道你在外面没钱 寸步难行 但是家里的真没钱了 你隔几个混合都借便了 像这种油盐酱醋 都是在小卖铺记账 真的是屠鲁的那种 你在外面这个钱 你省着点花 该花花不该花别花 都是爸爸不好 没有能力照好你们兄弟姐妹 你也别怪父亲 我从来没有听我爸说这种账 我在心里看的眼里 把家长都湿了 一天没出门 一天没吃饭 哭了一天 捂着被子 因为我对我爸那是 是那种啊 就从来对他没有说有个好感的 对吧 是那种对 从他之后就哎呀我父亲这么 就觉得就是柔软的那边就说这种 这样我心里的就是父亲对的孩子的爱和母亲对他都是不一样的 表现方式不一样 表现方式不一样 那谢霖铺就真的是说我相信每一个人身上啊 对 他的内在都会有另一面 但是这个你从来没有发觉过 嗯 你也是从来不知道 嗯 就是他可能更深一层 对只是说有的时候你在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让你把这一面给展现出来 嗯 是不容易 真不容易 嗯 现在刚才问导演这套数据 每男人都说不一样 所以吸引能有个六七量了 他需要说无数次虚假的问题是真实的 而且不是每个人的作用可能0.01 对 那这真的是很弱化自己的 而且你 所以你就别人吃 对 任何一个 不相对的人都会破掉一样的问题 你感觉怎么样 你就在拍了一天 君彦 我做半天做不了 我做半天做不了 大部分人就在等 是啊 因为我是从君彦过来 我知道 君彦没事老是逛大街 老是需要的后张两声看就过来了 不叫了就在那边晃大 这一天很难熬的 嗯 很漫长 没你啥事 就是需要的就是逛逛街完站一站 好着 嗯 经常在一天一天的荒废 没事 然后 跑到这儿过来 然后再回去 就这样再回来 再再回去 反正就是说你就在那边来回晃荡转 就那个 这是你的活动区域 就是活动区域 能挺下的还是很难 我觉得能挺下的 很多人就放弃了什么 真的是很难 很多人都觉得我在北京 根本生存不下去 他说你还挺能耐的 一直能坚持下来 都以为我很早就已经离开北京了 嗯 我在现场那些小伙子们 都说起你都是 给他们一种莫名的希望和鼓舞 对 其实你想想你给大家的很多人的印象和感觉 其实也不是一个演员 也不是一个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很像一个他们 他们这边的民间的英雄一样的感觉 就从我们一次边出来 然后其实跟这个职业都都甚至都关系 有部分关系也不是那么大了 好像是带着一种一种符号价值 人生的是这样的 有这样的可能性 其实我觉得不能扣帽子也好 那是他们给我扣帽子 我自己一定要 就是自己不能给自己扣任何的帽子 不能去贴任何的标签 你这样你才会有更大的空间 不是为了空间 创造个帽子自由 其实电影这个东西 我还是就想 就是理解 就是这么说话 就是习剧片 又习剧片的一种规律性 艺术片又艺术片的 商业片又商业片的 但是又在这个规律之内 但是你又得一样 跳跃 这个走出来 也不能完全给局限的人 加点自己的新东西 对 新的东西是打破 又不能说完全的是乱来 没有规律性的又不行 对你来说 你自己觉得 如果是作为一个导演来看的 你想做一个 你觉得你对他不足是什么 对他不足的 嗯 不足肯定有那久 别说 哈哈哈哈 自己知道 都到了小时候 看少林寺的地方了 可以说了 哈哈哈 你比如说这个啊 嗯 世间上 比如说我的这个经历 就没人得理解成长 你看我那时候 从来在少林寺长大 然后步入社会的时候 就是最最低层的 嗯 这种就很难去接触到 这个 那时候 在那时候你可能是像吧 说复杂性的 对吧 还是这样 就是多面性的 这个怎么来 来呈现 就是更有细腻的 那种力量表达 嗯 但是 即便实现不了 也是你的方向和你的目标 你每天你也许有一个念想 其实我觉得我跟你介绍两次 嗯 其实对我挺鼓舞的 你也 就是你也鼓舞到我了 我还挺期待你一个变样的样子 把这些都去掉的 嗯嗯 挺挺挺 我也挺期待的 但是唯一意志是 这个 呃 其实 很多这种都需要时间 嗯 是很强的这个欲望 这很小就 就会有的吧 会有的 嗯 这都一般小孩不会有的 那时候我不知道 这个词不知道 对不是 但是这个状态是这个状态 状态 做的事是这样子 你这性格你觉得是天生的 还是怎么 嗯 天生的 怎么算是天生的 我到现在我也没明白 嗯 那你说我是天生 我在那个村庄 嗯 那跟普通派的没什么区别 嗯 甚至我还不如他们 很多时候我还不如他们 嗯 你说去吧 当时那时候说去少林寺 嗯 练舞拍电影 那不是我一个人 嗯 我相信八十年代那时候 都想去 都想去 没有人不想去去去练舞 没有人被那个迷恋的 但结果后来就我去了 嗯 我在少林寺里边练舞 我也不是很出重的 嗯 我练舞过也不是很重的 比我练好的太多了 确实是说梦话的 哈哈哈 确实我妈那时候就会说 我爸也会说 确实是孩子就有点说梦话似的 但很少有人像你一样 把梦话真的都实现了 那时候你不会觉得说 是一种担忧啊 或者恐怖啊 或者害怕 哪也不知道 你会不会有过多的去想 没有太多 嗯 只有简单的想法 只有去 只有去去努力去做 你才有可能 但是 就现在你想慢慢一点一点的 我就觉得 我自己是实现了 如果不实现的话 其实比较残酷的 嗯 你的幸运在 在你这个过程中 扮演的成分有多大 我觉得我是 我是这么想的 人每个人理解的幸运 我觉得理解我的幸运 也是我自己努力的 嗯 我知道 拍这么多电视 观众对我其实是有认知的 就是观众一看王宝强 就是许三多 我会一直坚持住 但是这个呢 不够 并不说 谁去外边闯他 谁吃了苦 他就能成名就能出来的 你也只是坚持住 你不可能走到第二步 包括机会 你知道 为什么机会做 是因为 你自己给自己在创造机会 嗯 那幸运也是 自己给自己创造出来的幸运 嗯 我以前不觉得 我现在我回头进去了 其实 坚持是一种尽头 也是一种技术嘛 嗯 享受啊 嗯 这不是你们家的地是吧 在那儿 对啊 比如说第一次导演 河北的小朋友 突然到了印度 而且这个也是你的新事情 对 身上会很多弱点暴露出来吗 肯定会的 就是能感觉到 心里不是那么有底 你知道吧 但是我就有挺佩我的意的 我觉得那时候挺猛壮的 又挺勇敢的 我都吃了半天花生了 哦 吃啊 很好吃的 特别像来串门 哈哈哈 这是 哎 我排戏赚的钱 就比家里 就是这是第一个改的房子 但是你爸妈什么反应啊 突然会改这么好的房子 尤其在这村庄 住这么好的房子 对啊 这不太真实 嗯 这房子是我爸设计的 他这么厉害 嗯 他自己想干什么样干什么样 就是 嗯 反正我只管往家里寄钱 那时候本来 我妈 那时候说 家里那个 那个老房子那时候 给我留了一件 嗯 我留着 留着我也不要 哈哈哈 他们自己踏实 他们自己感觉踏实 对对对 哎 这次怎么 我听说怎么电影 还提前几天拍完了 怎么这么快啊 我挺顺利的 嗯 嗯 大家配合的比较默契吧 嗯 这是第二次了吗 不是不像 不像那个天竹一样 是第一次 这次是 嗯 因为第一次 嗯 第一次也比较盲撞 也比较 就让年轻人一枪出去 哈哈哈 但是完了之后 自己会静下来 嗯 去再想这个电影 嗯 自考 所以说 我这一停 有好几年 五年了 五年了 在座的时候 这个对这个电影的理解啊 对电影的很多东西 可能给之前的第一次都不太一样 这就是对成长和进步嘛 所以其实 其实莽撞多重要啊 不莽撞一切都不会开始 对对对对 那或者说 因为你你给人的表情也好 印象也好 是那种很单纯执着的 嗯但我觉得你是个对自我挺很清晰的一个人 嗯 比如说你将来继续创作嘛 那你会有那种遗憾吗 因为比如说 正常的去读书上学 包括去见世面 嗯 然后其实你的青春很多时间 在在少林寺里面 或者说 在社会上 对社会上挺苦 他就没有接触到很多那些东西 对 现在要补嘛 等于某种要补 对 你会觉得有有遗憾吗 就是或者不想很很很困难很吃力吗 或者那种感觉 就是嗯 其实我演许三桌《士兵突击》的时候 嗯 他里面有很多东西 我我我演着演着 我也不知道是我自己还是他 这个人物 心重 嗯 然后又又认真 然后又觉得自己自卑 嗯 不够自信 其实我自己呢 我自己成长 最初的时候也是很自卑的 嗯 非常自卑 什么都不如不如人 不如别人 其实我小时候你说感觉我自己是调片 我自己不调 小时候是挺老实的一个孩子 嗯 就谁这样都是容易欺负我的 我是最最落后的那个 嗯 这是我最落后的那个 后来慢慢的 是通过 做了一些 是让自己可以自信起来 嗯 其实我刚开始拍戏的时候 嗯 就挺吃力的 因为知道 因为那时候读书不多 背词也不好 这个字认的也不多 那时候又拍拍电视剧 哇 好多台词 很多那些字都不认识 嗯 所以说我字典随身携带 其实我拍戏过当中 学到很多文化知识 嗯 就是都是从剧本上 从从那个什么上学的 得重新上一遍学 就是重新上一遍学 就是会会装到你的大脑里 嗯 就是嗯 这个东西应该说怎么说呢 有时候也觉得也挺神奇的 你就原来你说自己一个 可能自己弄作业了 就已经挺那是吧 你拍这么多年戏的 可能有很多东西 就是你想想想到这了 你必须要呈现出来 嗯 你不呈现出来 你也难受 你就一直是放不下这个东西 嗯 你得给你要不给的话 一直都是这样 你怎么面对 他肯定是未知的嘛 对啊 有恐惧嘛 对人也是很多恐惧 对谁都有 对 你怎么面对这个恐惧呢 这个呃 其实很多这种都得需要时间 嗯 就像那时候 比如我拍天下屋子呀 很多人家说的 你只能演这种类型的 嗯 我不会让他的呃 这种就发挥局限了 但是我自己心里告诉自己 我得需要时间 你这样你就不怕失败 失败有失败才有成功 呵 那我之前我也不能说 我每部戏都是都是经年 步步经年 我也不能给自己贴这种 但是有嘛都有 都是积累 是你内在计划性挺强的一个人 挺门 很门清的一个人 门门 是 就是有些人你看我 他人的单纯人 就特别寒厚可爱 其实是很门清的一个人 但是你说这个东西就怎么怎么讲的 也不是说自己刻意去忘记人们 你就到那了 他就他就有这个感觉 可能时间到了 你要要离开这个村庄 要去烧林寺 可能那个烧林寺到那 你这么热爱他 但是时代变了 你但是代入了你必须得要出去 或者说其实你是很自省的一个人 我不能然后自己就是说没有思路 没有那什么的话 你可能会心里会空 对对对 其实很多人往往就是一个角色 你吃一辈子 就这样了 那你你心里要是这么想的话 你当然行为的时间上肯定也就是这样的 但是你的 因为这过程也是一个非常疲倦的过程 你不断地把自己推吧 往这推 对对 你这驱动力怎么来的 嗯 但比如说读书 从书中 你能误出很多这个人生 但有的是从练武 到武中 做到这种人生的哲学 有时候我自己在想就是练功似的 其实 其实你说你学一种门派 不要这样 但你扮很多人为师 你学到各种门派的功夫的 哇 你才是武林高手 嗯 才真的高手 我觉得人是是 这很多东西是学不完的 嗯 我觉得是好事 一旦你去学完了 你就学 本来就学不完 就跟你说 你一旦 一旦自以为学完了 对对 自以为学完了 这就可怕了 自以为学完了 就很可怕了 但对你来说 你自己觉得 若是作为一个导演来看 你想做一个 你觉得你这段来不足是什么 对他不足了 嗯 嗯 不足肯定有那久 别说了 哈哈哈 哈哈哈 自己知道了 都到了小时候看少林寺的地方了 可以说了 哈哈哈 哈哈哈 你比你比说这个啊 呃 领队 哎 哎 怎么跟你们说的 都不能拍照 怎么还有人拍照 谁拍了 谁拍照 这个军组的话 都签了绑密协议的 只要拍照的话 到时候法法的你承受我哈 啊 啊 都干净一下 在外面能量 酒饼 九六 赵子乔 你比较花多少个人 今天早上应该有十几个了 嗯 还要走是不是 他们来走 哈哈哈 哈哈 多有一种群演 最后一个话 你知道落后分子的焦虑 老师您的剧本 还有剧本呢 有 我还有台词突然也很焦虑 一 二 三句台词 是不是已经拍了几条了 过了几条了 拍了两条 你要不要很干脆的 小小小小小 就等着我的 这个节奏明白吧 好 好 好 有点输了 输了看看 先看 以为你早上来了吧 三年 过几条过去 总往这边 说小张问我 说你的代表作是什么 好 小张以前是做什么的 以前我是在京东 你为什么干快递了 我看过他那个毛巾 然后就认同 有两点 突然一会儿 反正看到他的人 有点看看他 打了打的嫌弃 穿着叫巴子来 你有给自己的期限吗 多久走不通就不走 我来到这里的时候 你再叫他起来 哎 那些输光呢 你就起来 你就过来 就趴啊 在这边走 就坐 你走过 你这干爹 你应该趴头 好 好 好 出老门 你刚才在这边 一边趴了 你这边趴上哪 我都都在这边 要说 这么多 我都在这边 气力败坏了 我都会的 看法 我恨自己 恨自己 听章家 都恨了 这主持人 这要讲戏 好 過 過 也很奇怪 可以 好 這是特別來的 1 2 3 過 過 好一點 對 盡量全部擋掉 來 所有人 記住你們最後的位置 好 記住位置 記住位置 為什麼有時候會說 堅持的也算是一種技術 就像我當天別人說我 我根本拍不了電影 你沒有這個條件 你也沒有這個天賦 你長相也不知道 你拍不了電影 然後幹群龍演員 我那時候個兒有矮 不是所有的習俗照 除非大場面 讓我去充個樹 一天掙個15塊錢 別人掙20我掙15塊錢 人家嘲諷你 嘲笑你 人家也沒有錯 因為你那時候那個狀態哥們 你沒有值得 人家哪一地兒能看你能成功 你說他們有錯嗎 他們也沒有錯 人家說的也很現實 但是我那時候想 那時候越艱難越苦的時候 就會說了 做美夢做得也好 所以你說夢什麼 你說說 全是夢到自己 全是武打 我不會覺得說 我自己去拍一個什麼喜劇片 我也想說 沒有這些 全是武打片 自己很能打 但是你覺得這個夢 就是特別真實 你不會覺得 在夢禮拜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是夢 會醒了 你就感覺很有力量 很有勁兒 等於是有積蓄的力量 然後又可以面對新的一天了 就是很有勁兒 跑龍道跑了三年四年吧 結果出來也算是比較快 你屬於很快的了 很快的 你給冯曉鋼導演 劉德華 葛優 全是一些 那時候暈掉了吧 暈掉到沒有暈 就是覺得睡不著覺 就是天怎麼還不亮 天天會看著那個窗戶 還沒亮的 睡不著 劉德華真是睡不著 再到這個電影上映之後呢 我阿姨之間大家都知道傻歌了 比如說你只能演傻歌 我覺得因為他們說這個 我就不 我就真的只能演傻歌嗎 我覺得真演不了 比如說有一次 讓我去客串 一天給我好多錢 然後我跟我媽說了 我媽說你去啊 你怎麼不去啊 我不是說的啊 他一聽說 因為你在農村鄉下 你說你客串 就給你這麼多錢 一天的兩天的啊 這麼多 我說我不去 我說以後啊 我會給你賺更多的錢 那時候就是拍過天涯 我得拍那時候 還沒有那麼的 沒拍過士兵手機 我說以後會賺更多的錢 你得克制自己 控制住自己 對這個金錢的欲望 你怎麼克制自己 你怎麼控制自己 當時 那我自己在想 嗯 當然我是很幸運 無裝無打的 就是這樣蒙著 自己又來到 來了 但是又感覺到像是夢幻 嗯 嗯 因為你 真是像出來的 你還就是得去專業的 嗯 專業的 這種 這種學校出來的 嗯 你會有自信 嗯 我沒有這個條件 那我覺得更不能被別人的 這個帶著我去走 把我給框著 我給局限了 我給我自己永遠是放開的 那我經過這幾年的事實證明 我自己做的是對的 嗯 首先第一點呢 我就說我拍了天涯屋子 一些喜劇演 我也拍文藝片 對啊 哈斯素先生也好 還是說 我很喜歡舒先生 還有天竹丁啊 盲井啊 本身我就是 其實是從文藝片出身 對 你就是文藝片出身 就是文藝片出身 而且你像李洋 韓倪杰 老賈啊 都是多多好的 對啊 那有時候你說中國演好演 確實挺多的啊 但是真是像我 你能演文藝片的 又可以演商業片 嗯 喜劇片 武打片的 那還真不多 仔細找來想想 我覺得我還挺優秀的 你趕緊喝一杯 謝謝 其實人有時候 真是 對吧 一想我覺得我還是多功能演員 嗯 我覺得挺挺挺 再一個就是像 呃 其實我自己經常管就是人 人啊 這個自信 也是需要自己 給自己自信的 嗯 不在於這個 這個環境 也不在於別人 在於你自己的心理 嗯 就像我小時候在村裡放羊 嗯 在滿天野地裡的 嗯 幹農活的時候 有時候你自己去 去想想自己的未來 看 像明星啊 或者那些像李洋妮的少林寺啊 挺遙遠的 但是覺得自己 嗯 又比自己的心理上 感覺又挺近的 嗯 對對 其實生活中經歷的 各旁邊的 哇 其實這都是一點一點的 對 都是對你有 未來都是有幫助的 嗯 你要是不開心的 或者有什麼困難 是自己給自己一把鎖上的 嗯 但是這個鎖上的時候 別人給你打不開 只有你自己就是誤 誤其實就是一把鑰匙 嗯 嗯 比如說我那時候 我第一次拍《夢境》的時候 當然那時候我對這個片子 我不是那麼喜歡 你問啥 是一個小孩 農村的小孩 那我不懂 我就是想拍武打片 嗯 很勉強 對 我也不知道演啥 也不知道我說啥 導演就讓我去了 真的那時候也沒過劇本 也沒告訴我 讓我幹啥就幹啥 人家沒說好好演 或者怎麼樣的 就說你把生活中最真正的 搬上去就已經很厲害 你不需要去演 我說拍這種片 誰看的 就這農村 給我生活中太像了 就那個 太像了 這種片子 也不用打 也不用那什麼的 但是回過頭來 現在回過頭來 那個是非常可貴的 嗯 你把你生活中 是原生態的 這東西搬到螢幕上 這也是一種能力 是是是 後來人家演戲多了 我就自己老是反思 其實 你說方法 其實我個人在我自己的 真的沒有沒有方法 我也不知道怎麼 但是我一 一想這個人物 一想這個故事 我自身持續有這個感覺 嗯 就是很多時候表演這個東西 演戲 你怎麼理解表演的 你有什麼技巧吧 有什麼 就是把生活中最真正的搬上去 就已經很厲害 就是一種感受 到這兒這個話呢 你有的時候 你刻意起來 你說不上的話 你就不要說 又哭不出來 你就不要去哭 你這個劇情感覺你到那了 你就得真哭 就包括說詞也好 還是演戲也好 我永遠就是 不會把詞背得那麼那麼的少 那個模式和固定化的 我也不知道 那個詞會用一種 什麼樣的感覺方式說出來 所有的每一場 每一種對話 你的眼神和你的行為 你的直體是吧 都要是真實的 下意識的 無形當中做出來的東西 嗯 所以想相信自己的本能 某種意義上 感受和本能 就是你把生活中自然而然的 那種 你吃點東西 我這也是一直吃的 我也第一次在這個海邊 這麼吃火鍋 很開心吃的 有吃飯了 活動活動 吃個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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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吧 煮個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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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吧 別把這堵上了 給煩搬 別把這堵上了 這飯真好吃 承洨人家健补真 太好了 谢谢导演 谢谢访问他 那个劲儿你知道吗 让他更加的让观众 这道具可爱是什么 这来什么特效果 分墨 第二个妹 分墨 走走走 拿两块钱 好汤啊 谢谢啊 哎呀 辛苦饭不一样吃的 我手菜拍红了 我来吧 我真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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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没喝过 好好 早日吃回影帝 好 谢谢哥 有信头的 怎么样呢 我的人生 我知识分子之路 是这样走起来的 嗯 可以了 我也是从琼琼眼看起来的 我是我原唱音乐 你在这格世界上 聪明又圆滑 我在这格世界上 笨得像灑瓜 你别扶我好 你别扶我坏 我的一切只为了 活得正自在 童童童童童 童童聊不齐 童童童 童童童童 你别帅 据我 周老师慢吃啊 嗯 有小五男성이心满的是说 他下个有可能是攀花 嗯 有可能 很可爱 对 他挡不住那个镜头 所以这个变化多快 在16年经常会有这种感觉 我自己也是老眼神 但是其实年龄还没那么大 人生开始早 对 你觉得是什么样 二十年之后的宝强是什么样子 二十年之后 二十年之后 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 特别帅气潇洒的一个老头 特别潇洒 留着胡子 穿着挺红的 白的 你知道吗 我不会穿暗色的 挺有型的老头 有肌肉 还在拍电影吗 就觉得 会啊 但是可能会少 不会那么多了 其实有时候你在一起想 一个人的 就是你成名其实已经挺难的 从一个墨户物馆 到成名大家所有的观众 你的作品到那时候 就挺难的 而且再加上你这么多年 一直以来 一直在这个 这个进行当中 做到今天那时候 那我觉得其实真的是更难 就跟你爬山的时候 你又往上爬越难 对刚开始吧 你还就是大众 还挺 机会还挺多的 你这个方向 那个方向 你都可以使 你都越往上走的时候 你速到的角色 也多了 因为我让他去突破 就是非常的 简单的 你觉得现在要去突破 你用什么方式来突破呢 你到今天我自己可能是困惑 好的导演 好的局本 都是有数 有限的 也不是不可能 哪一个戏都适合你 你不能一直在等 等别人来找 那我自己要 靠自己去创作 然后要有自己的团队 你自己想拍什么 相机的 你自己给自己机会 所以说你比如说 像那个少林寺 其实我就是 是我自己给我自己 创造的机会 再回过来 我也很